休赛期苦练有效果 西蒙斯的投篮训练视频被曝光 他投篮动作生硬却能进 在每年休赛期 我们总能见到本西蒙斯在社交媒体上晒图或晒视频的活跃身影 今年夏天自然也不例外 他也因此被很多球迷戏称为休赛期的go 知名训练师布里克利先是晒出西蒙斯苦练的照片 并相信后者能回归全明星水准 之后还晒出西蒙斯苦练投篮的训练视频 在视频中 西蒙斯训练了运球投篮和翻身跳投 别看他的投篮动作看起来很生硬 出手速度也比较慢 而且还是别扭的侧腕起球 但西蒙斯似乎还能投出不错的效率 不过有很多球迷对此并不看好 有媒网友调侃西蒙斯休赛期总能像库里那样投篮 还有网友直言人们每年夏天都能看到西蒙斯投篮神准的镜头 虽然有蓝网对媒体表示西蒙斯目前的状态比去年同期要出色不少 而且已经参加了好几个星期的5v5训练 但他的健康状况和竞技状态存疑 毕竟西蒙斯在过去三个赛季总共只打了57场比赛 却能拿到超过1亿美元的薪水